感谢神奇的算法 让我们再次相遇 欢迎收看新一系的大田说音超 我是大田 思来想去 我还是决定 在最近有些嘈杂的大环境中 专注于足球本身 来复盘一下今天的联赛杯决赛 蓝月亮和白百合之间的对决 看到8000名球迷在温布利大球场观战 有一种春天来了万物复苏的感觉 很感动 而这也可能是我自己4月份里 第一次安安静静的坐在屏幕前欣赏足球比赛 很享受 首先恭喜成谜 联赛杯4联冠 百分之百配得上冠军 再来安慰一下次谜 一个过山车一般的赛季 又一次错失冠军的滋味 很苦涩 双方的首发阵容在这里了 都可以按照433来理解 热刺这边温克斯首发 并打在三中场当中的关键位置 略微出乎意料 而曼城无风阵的威力 本赛季我们已见识过多次了 决赛的场面基本符合预期 曼城在各项关键数据统计都占据绝对优势 之前我在刮目相看的节目中就提到过了 热刺在前面两任教练 不管是波输和鸟输的带领之下 面对刮帅的蓝月亮都占不到一丝一毫的便宜 本场亦如此 三驱占比在曼城防守三驱进行的比赛时间只有17% 而从赛后双方球员的平均站位图来看 蓝月亮也是全面压制 把白外盒逼入低位 使其只有招架之功 没有还手之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张图可以反映到 相对于纸面上的433 曼城的体系在运转中更加接近于一个424 后面会再讲到 今天的视频就让我们从梅森教练的阵型设置出发 因为相比前面穆里尼奥之下热刺的常规套路 梅森是主动球变的一方 进而谈一下对刮帅本场战术安排的思考 最后在减评第82分钟 决定比赛最终胜负的定位球 之前分析热刺的战术 无论初始形态如何 无球状态下 基本都会回归一个442的阵型 这也是目前英超当中主流的防守阵型 没法太苛责一个29岁 刚刚上任的年轻教练 但梅森的选择 无球时433的三线配置 回头来看 可能是值得商榷的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相比于442中后场的两条链 433之下 热刺边中场和边中场 边锋对两名边后卫的保护相当欠缺 而本场我们看到 白百合的左右两名边后卫 奥里耶和雷吉隆 确实是被暴露在了曼城的猛烈炮火之下 一次次被冲击 尤其是奥里耶这一侧 蓝月亮进攻的三路占比 左路高达44% 目的不言自明 看比赛第6分钟这里 本场热刺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高位的防守 主动收缩以中低位为主 这里我们就能观察到433的防守阵型 两个边路的区域都很空旷 拉伯尔特打到左边交给坎塞洛之后 局部区域内已然是3打3了 而坎塞洛一个假动作再直c 就是斯特林单挑奥里耶了 耶将完全落了下风 连续被晃 只可惜斯特林传球 浮灯巧射偏出 第34分钟 曼城再次从左路发起进攻 这回卢卡斯回收的比较深 也来分担热刺右路防守的压力 但是左路受阻 坎塞洛立马找远端 对于白白河来说 同样的问题 左边路也敞开了大片的空间给对手 坎塞洛传得好 马赫雷斯球卸得更棒 他在边路一对一能制造的威胁 相信大伙也很清楚 完全有声势英超任何边后卫的能力 虚晃一下 左脚打门 惊出了热刺门将洛里一身冷汗 白白河疲于防守 而自己的出球体系基本上也没有打出来 试图从后场向前场推进 但面对蓝月亮的高位压迫 很多时候也都束手无策 只能大脚解决问题 对比双方门将的长传球次数 我们就能看出 热刺后场受到的压力 斯蒂芬全场只有四脚长传 而洛里则是送出了25脚 远远高于本赛季英超当中场均的12.5次 看第12分钟这里 热刺从门将开始短传出球 总体上我们能看到 面对对手的高压 白白河自己的体系被压得很扁 不算门将 大致是一个24的配置 两个边后卫并没有很靠上 中间是温克斯和霍伊比尔的双人出球组合 我想这也是梅森教练派上温克斯的主要目的 增加一个出球点 但是实战中效果并不明显 很多时候尝试通过门将在中间过渡 但最后也只能靠中后卫长传找前场 因为在局部中 白白河连人数上的优势也很难获得 所以有时甚至要靠中场的第三人 洛塞尔索再深度回撤接球 才能找到在后场出球的机会 只可惜像上半场18分钟这里这样 热刺能够摆脱曼城的高压之后 再打到弱侧 并最终形成传中的场面太少了 再来说到曼城这边 面对热刺的中低位防守 在有球状态下 左边后卫坎塞洛单边内收 篮月亮3-2的后场出球体系就越然直上了 开场这里我们就看到了 坎塞洛去到中间和菲尔南迪尼奥打成双后腰 金多安和德布劳内会分裂左右 在更高的位置上准备接球再向前过渡 此外本场我们还能看到 很多时候金多安会回撤到后腰位 从而把坎塞洛在边路的位置上再向前推 加入进攻一线的五人组合 第八分钟这里 整体的画面交代的很清楚 金多安和废鸟在中间 坎塞洛去到左边路 曼城整体上还是3-2-5 并且蓝月亮这个无风阵中间放的很空 刮帅明显选择了重兵边路 这样的设置好处很明显 曼城经常可以从边路突破热刺的防守 并且能拿到一对一 甚至是以多打少的机会 但坏处也有 我们能感觉到 球从边路打到中间的时候 蓝月亮好像包抄的点总是很欠缺 我想真要是90分钟的比赛 打不开局面的话 刮帅下一步应该会换一个正硬前锋上来了 或者是把两个边风中的一个相对固定在中路 在无球的状态下 曼城几乎没有尝试 平时也经常使用的4-3-3压迫阵型 而是从始至终都保持着自己最强力的高位防守模式 这也是刮帅运转中的体系更接近4-2-4的由来 蓝月亮不想留给白白和任何喘息之机 第三分钟 洛里准备开门球 曼城整体的站位4-2-4很明显 在前场形成大的六边形 德布劳内和福登在中间既盯住热刺的双中位 又起到切断他们和双后腰联系的作用 最后热刺只能长传出球 第25分钟 戴尔的失误也是受迫于曼城的高压 他拉到边路接球之后 我们还是能看到曼城前场6个人的防守阵势 戴尔在德布劳内的盯防之下 向前传球找洛塞尔索的线路受阻 马赫雷斯成功断球 曼城就地反击 最终形成威胁 好在阿尔德·威雷尔德门前的封堵相当神勇 最后再来看看本场唯一的进球吧 很不幸热刺顶住了曼城运动站一波又一波的进攻 但还是因为一个定位球的防守问题失球了 德布劳内的传中恰到好处 拉布尔特力压替补上来的西索克 将球砸进了洛里把守的球门 而这个任意球就是源自曼城一次边路的进攻 德布劳内的直c让斯特林一对一直面奥里耶 而耶将在身后的犯规又一次在比赛最后时刻 送给了对手绝佳位置的定位球机会 不过热刺的两个边后卫本场确实都很压力山大 总结一下吧 今天我们复盘了卡拉宝贝决战 曼城1-0小胜热刺 收获四连贯的比赛 梅森教练经验匮乏 战术明显被刮帅针对 在经过一周的喧嚣之后 这场比赛让我再爱了足球一次 看台上有观众观战的温不利 又一次让我们感受到 球迷的声音对于足球是多么重要 世界很复杂 但足球本身可以很纯粹 不管你支持的球队表现如何 希望足球带给你们的更多是快乐 好了小伙伴们 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关注大田收获超 喜欢我的视频就请帮忙点个赞 也欢迎留言和我 以及广大球友们讨论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吧 Come on you people 拜拜